习的个性不可能在新疆问题上 不可能在极端的隔离清零上 不可能打掉私有制 全面共有制 不可能准备吃草年代 不可能在打他们的问题上 有任何妥协 但是玩的是什么 王沪宁战略 王沪宁的外交是什么 又骗外交 我一手拿着牛肉 鱼子酱 一手给你选择 就我打你一巴掌 你可以拿走我手里的肉 99%会选择你打我一巴掌 踹我一脚子行 给我肉 我让你打你一巴掌 我真给你 第二次我再打你一巴掌 我给你更多的东西 再打我一巴掌 再踹我两脚子行 下次要你的命 诱骗是外交 把你外交疲劳 外交诱骗 让对方置于无形之地 失去所有的外交信用 让你的外交成为你的国民 所有的痛恨 和找的社会问题出发点的原因 然后把你干掉 因为他是独裁认为我是永恒的 你们都是几届都换掉的 在外交场上 中国前世界第一 美国两党的竞争 就是我从2017年爆料说的 中国共产党要利用的美国的 叫内部的政治中摆效应 每四年一次 每四年一次 最多八年 中摆效应两党之间 啪啪啪 在这中间玩 这一次只不过是 双方各取所需 其实目的是上哪儿去了 沙特 中东 有 数十万人民币 然后极端隔离清零 国内会有一些利好政策 房地产政策 银行政策 然后一堆利好政策 哇 中国人民又开始高兴了 你记住放在那个圈在羊圈里的羊 和圈在猪圈里的猪 被放开那一颗是兴奋的 但是改不了一个事实 就是猪和羊最后 都是要被全部载掉的 是吧 全部是被载掉的 这是你改不了的